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双方亦都分别向特首交代 而特首就责成教育局跟进 曾经联署去信特首的校友 希望协调小组可以处理双方分歧 两边都能够接受的人是极不容易的 我相信特首就心目中是有他的人员 很希望有关的人士大家都以大局为重 在我的眼中我觉得是芝麻绿豆的东西 就将它发酵到很大 这个不是一个学术界需要应该做的东西 也都对香港整体的形象都会有影响 今天端午节多区都有龙洲竞逗 决战赤柱政摊 这帮龙洲建议先斗声势 立喊佐威 赤柱举行国际浓修錦标赛 是各区规模最大 近200支队伍 大约3800人参加 分工开组 混合组和女子组 赤道相对比较短 只得270米 竞争也都特别激烈 不单止要努力努力爬船 我们都玩得开心点的嘛 最重要要享受这个游戏 今天是好好天气 更加令到人的energy level 更加提高 更加好表现 立喊佐威最紧要齐心 不少建议都说 赛果不紧要 自在三月 水上爬得乐力 陆上叫得齐心 政府推广无数不旅游 有内地旅客特地来到大比赛 感受香港的节日气氛 很热 很开心 这边的规模更大一点 因为我们这几天正好在香港 所以过来看一下 这边会更重组织一些吧 看到特色的凤头凤尾船 来到沙田城门河 他们一样有姿势 有声势 后到两边 观众同样提得欲紧 有过八年历史的香港仔 在避风唐龙修径道建议在渔船隔离竞赛 比赛由区内渔民社群筹办 保留了传统弹家文化 无线电视机写一旦结议不到 入卖种的店铺就说 今年来货价便宜了 售价亦都稀微下调 但预计生意和黄年差不多 对五节传统习族之一吃种 市民有应哲了吗 我都吃了很多种 我最喜欢吃种 很多种 吃一吃十种都有多 我都喜欢吃咸的种 就不是好吃 甜的种 今次对五节大头 有一个种 我说因为脚痛好吃种 我老公就很喜欢吃的 他就吃了多些 我就一两种 种是制的 你吃太多不行的 这家老自我店铺 卖了四十几年自家制的种 简单的简水种和咸肉种 在这家店铺都有十款的变化 负责人估计一天买到大约1500只 虽然已经有资料减价 但是预计生意和往年持平 外货价今年是回落了 食材比去年便宜 咸蛋网那些便宜了 鸡蛋也便宜了 因为都怕北上消费 或者是出外消费 会影响消程 所以我们先减价 留住客人在香港消费 我又不是很多 我想都是25元一只种 现在减到24而已 有市民说已经习惯了北上消费 买种都在内地买 深圳上便便宜点 小质点便宜点 所以多了人上去消费 我觉得它是很简单的 那些种就是传统一些 小小肉 咸蛋 还有它那个简水种是没有年用的 差不多两三倍的价钱 不过不少市民都说香港的种比较有特色 会两边都买来应哲 文字幕志愿者 一流转入报道 有市民趁着端午节游龙周水 但是全湾和利岛有七个泳滩 因为水质极差 刮起红旗 由于 由于泳滩海水的大长干菌含量极高 不符合安全标准 请问下水 在丁九湾 有市民一家大小来游泳 不过听到广播之后都尝回水 留在沙滩玩 除了丁九湾 附近四个泳滩 包括泥都湾 更生湾 更水湾 海味湾 还有尼岛的银矿湾 以及半奥泳滩 都掛起红旗 水质预测都被评为四级 即是属于极差水平 转开国际消息 欧洲议会选举初步结果显示 欧洲人民党赢得184席 保持第一大党团地位 不过右翼阵营在法国、德国、意大利 和比利时等地都有好成绩 法国总统马克龙宣布提早大选 比利时手上德克罗决定辞职 面对极右政党崛起 由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罗恩领导 中间偏右的欧洲人民党 仍然遵守欧洲议会最大党团的地位 他表明欧洲人民党将会建立 抵御左右逆极端势力的堡垂 欧洲议会一共有720席 初步点票结果显示 欧洲人民党赢得超过180席 排第二的是中间偏左的 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人士进步联盟 右翼同移欧派方面 欧洲保守改革 同应同与民主 这两个党团各有几十席 法国极右国民联盟布节 有传媒推算 他们的得票率超过三成 大幅抛尼总统马克龙领导的 复兴党大约十几个百分点 主席巴尔德拉向支持者说 国民在投票中表达变革的愿望 马克龙就宣布解散国民议会 并且安排在今个月30号和下个月7号 举行两轮投票 由意大利总理梅洛尼领导的 意大利兄弟党 当地传媒推算 这一个移欧派反移民的极右政党 不单只是当地最受欢迎的政党 也都巩固梅洛尼在欧洲的绝王者地位 比利时举行三合一选举 即是欧洲议会 全国和地方选举 当地传媒推算 由逆新法兰德斯联盟 以及反移民的弗拉蒙利益党 分别成为比利时头两大党 由首相德克罗领导的七党联盟 未能够在国内保住多数移植 德克罗宣布辞职 德国方面 前总理默克尔所属的基民盟 和基社盟占榜首 由逆民税选择党同样进着 获得大约1成6的选票 比上届多5个百分点 反观德国红绿灯执政联盟 即是总理索尔茨领导的社民党 还有绿党和自由党 临为输家 当地传媒说 三个党的得票率都不及选择党 武先电视记者朱石伦伯特 法国总统马克龙 在欧洲议会选举失利之后 宣布提前大选 被视为是一场政治豪渡 但分析相信 即使提前大选 极有势力都未必能够 奪得国会控制权 法国有几百名示威者 当地星期日晚 在巴黎共和国往常聚集 表达对欧洲议会选举结果的不满 示威者高呼反法西斯口号 揮武政党旗次 他们主要是左翼 陆党等政党的支持者 说总统马克龙提前大选 是危险的赌博 马克龙所属的复兴党 在欧洲议会选举中失利之后 马克龙随即宣布解散国民议会 提前大选 有复兴党成员说 尊重和支持马克龙的决定 极有国民联盟 前主席马林纳邦 也都欢迎马克龙提前大选的决定 说他们已经准备好执政 英国为报报道 马克龙敢做是政治豪道 有可能令到国民联盟 在法国国会中的势力增加 但大多数分析都认为提早大选 国民联盟未必能够取得大多数议席 而出现共治的局面 国民联盟现任主席巴尔德拉 有望成为新任总理 暴先电视记者朱细林报道 回来新闻时间 警方打击独家和酒鸡 拘捕17人 又在中环户外阴角战 拘捕一男一女涉嫌藏毒 正是被沟楼调查 中环海滨在过去的周末 一年两晚举行户外潑水音乐节 警方在两晚分别发现 一名33岁本地男人 和一名34岁太籍女人刑绩可疑 上前折查的时候 在他们身上发现多种怀疑毒品 包括海洛鹰、可卡因和霹靂可卡因 以及吸食毒品的工具 两人涉嫌藏毒被捕 警方星期日起 也都在各区主要降到 打击酒后和约后驾驶罪行 合共要求1600名司机 接受酒精呼吸测试 其中在串湾路的路障 星期一凌晨折查一架私家车的时候 检获大约130克怀疑毒品 包括陆安酮、可卡因、 霹靂可卡因和海洛鹰 总值大约10万 50岁的男司机被捕 同时未能通过快速口康疫测试 行动共发出66张超速驾驶的定额罚款通知书 合共17人涉嫌为例被捕 包括16男一女 年龄介乎21岁至50岁 警方亦都发现有11部车怀疑非法改装 已经扣留作进一步检验 警方表示会果断执法 以确保公众安全 令各种活动顺利举行 无线电视记者黄芷瑜不得 一个本地男人涉嫌盗窃车牌被捕 正是被扣留调查 警方上星期五直播一个女人报案 说他停泊在葵冲葵二路多层停车场里面的私家车 车头和车尾的车牌被人偷走 警方经调查和追查闭路电视之后 锁定一个41岁姓张的本地男人 昨晚在深井一个私人屋苑埋伏 把他拘捕 并在他的私家车里面 搜出华谊被偷走的车牌 和藏有大量华尔爆舍工具的背囊 警方强调 导射或者藏有工具作非法用途 最高可以分别判监10年和2年 日本五间汽车企业 在产品认证申请过程中涉嫌造假 当局再度涉事的车厂总部调查 国土交通省人员分别到东京的本田汽车总部 广都远的曼士德总部实地检查 除了本田和曼士德 当局上星期已经去过丰田 灵木和亚马哈的总部调查 测试存在违规的车型 是否符合安全和环保基准 评估是否要召回 亦都会根据调查结果 决定是否给予行政处罚 五间车厂合共38款车 在产品认证申请过程中 提供虚假的测试数据 当局早前禁止其中三间企业的六款车出货 有分析认为日本汽车企业 虚假测试数据事件如果发烤 或者对日本经济构成冲击 日本多间汽车企业 在产品认证申请过程当中 提供虚假测试数据 当局正对涉嫌造假的汽车企业进行调查 有分析认为事件会打击消费者 对日本汽车的信心 短期烧情难免受到影响 事件继续发烤 对首季陆德库增长的日本经济 将会带来更大的压力 不过若然日元持续弱势 对汽车出口仍然有支持 对日本车企暂时还很有利 日本日元仍然较弱 这方面对日本车厂的竞争力 是很直接的帮助 对海外收入、海外盈利 折损日本日元时 也有很显著的提升 虽然电动车都开始被美国消费者接受 但相对来说 占比没有来中国或欧洲这么多 梁伟文指出 虽然电动车市场目前已高速增长 但在全球汽车使用量当中 仍然以传统的燃油车主导 占比大约八成半 所以对于在电动车发展相对落后的 日本汽车企业来说 仍然有发展空间 据日经新闻报道 日本四大车企 4月份在美国销售超过41万架 按年增长大约是8% 连续14个月录得增长 无线电视记者吴杰正背道 内地、香港、台湾和澳洲假期优势 至于日本和南韩股市个别发展 日本股市在金融和出口股带动上升 一元皮约利好出口股表现 指数收市期运在39,000点以上 市场观望日本央行 星期五举行以息背以后的声明 投资者入市态度审慎 限制大市声势 南韩股市在晶片股拖累下 指数一度跌超过1% 收市跌幅收窄 调查显示 欧元区投资者信心指数远好过市场预期 欧元区6月份投资者信心指数连续8个月上升 并且结束至2022年3月以来的负值 也都远好过市场预期的负1.8% 分析指出旧 澳洲央行减息 令到投资者信心改善 认为如果欧元区最大经济体德国公布的经济数据进一步改善 有助投资者的信心进一步恢复 还有其他消息 澳洲的禽流感疫情影响鸡蛋供应 当地第二大超市集团宣布 限制顾客每次只可以买两盒鸡蛋 澳洲维多利亚州西南部 有五个农场检测到高致病性禽流感 为了阻止病毒传播 至少58万只鸡已经被人道毁灭 导致鸡蛋的货源减少 澳洲第二大超市集团高斯宣布 除了在西澳洲之外 全国的分店都实施限购 每位顾客最多只能买两盒鸡蛋 高斯并没有透露限购令会维持多久 而其他超市暂时未有跟随 在过去七个礼拜 维多利亚州有五个农场检测到禽流感 美国已经对维州的鸡蛋和家禽产品 实施进口限制 不过维州首席受医官说 受感染的农场已经被封锁 市面售卖的鸡蛋和鸡肉并没有健康风险 可以安全食用 维州农民联合会表示 现在周内每16只母鸡之中 就有一只被撲杀 每日的鸡蛋供应量减少了大约45万只 无线电视记者简明信报导 及把鸡蛋是最高的 有线电视记者在台并下 我说要那些烧鸡蛋和芝麻 这是第四场 赤柱、沙田等多区 端午节也有农州境度 北区医院概命干 警方已谋杀罪拘捕一个男人 澳洲逝离的美国领事馆 租人国已破坏 玻璃门窗被打烂 大家好,我是黄善河 今天端午节 多区都有龙洲竞斗 决战赤柱静摊 这帮龙洲建议先斗声势 立喊助威 赤柱举行国际龙洲錦标赛 是各区规模最大 近200支队伍 大约3800人参加 分工开组、混合组和女子组 赛道相对比较短 只得270米 竞争亦都特别激烈 不单止要努力、努力、爬船 我们都玩得开心点的 最重要是享受这个游戏 今天是天气很好 更加令到人的能力 更加提高 更加好表现 立喊洲最重要是齐心 不少建议都说赛果不要紧要 自在参与 水上爬得下力 陆上叫得齐心 好热啊 所以更加要打气了 老婆操练了很久 她很有恒心 她是一定做得到的 政府推广无处不旅游 有内地旅客特意来到底比赛 感受香港的节日气氛 很热啊 很开心啊 这边的规模更大一点 因为我们这几天正好在香港 所以过来看一下 这边会更重组织一些吧 看到特色的凤头凤尾船 来到沙田城门河 他们一样有姿势 有声势 后到两边 观众同样提得欲紧 有过百年历史的香港仔 避风堂龙收径道 建议在渔船隔离竞赛 比赛由区内渔民社群囚办 保留了传统诞家文化 无线电视记者邓杰迎户 有市民趁着端午节游龙舟水 但是泉湾和尼岛有七个泳滩 因为水质极差 挂起雄旗 由于泳滩海水的大肠肝菌 含量极高 不符合安全标准 请问下水 在丁九湾 有市民一家大势来游水 不过听到广播之后 都尝了水 留在沙滩玩 除了丁九湾 附近四个泳滩 包括泥都湾 更生湾 近水湾 海尾湾 和尼岛的银矿湾 以及半澳泳滩都挂起雄旗 水质预测都被评为四级 即是属于极差水平 一个男人星期六清晨 昏迷在北区医院门盖 抢救之后不治 警方拘捕一个男人涉嫌谋杀 警方翻查案发当日的闭路电视片段 调查之后锁定一部涉案的私家车 在白乡黄竹园村发现涉事的车 在车厢里面发现血迹和一支电枪 星期日晚在天水围 拘捕一个32岁男人 怀疑和案件有关 而空暴清无厌 有三合会背景 警方正是调查犯案动机 和死者背景 相信仍然有人在逃 案发在星期六清晨 一个23岁男人 昏迷懂过在北区医院门盖 抢救之后不治 一目击者见到有人用私家车 将他抬到现场 法医初步检查 死者身上有多处 相信由遁物集击 或者拳打脚踢造成的伤势 死亡时间 初步估计是6月8日凌晨时分 但真正的致死原因 有待稍后法医进行解剖验尸 才可以确定 全体局势消息 新西兰总理劳克森说 国家总理李强会在这个星期到访 如果成行 李强将会在7年之内 第一位到访新西兰的中国总理 也是自3月外长王继访问以来 第二位到访当地的高层中国官员 中方暂时未有公布 劳克森形容李强到访 将会是增进双方合作的宝贵机会 说在全球挑战下 和中方交流接触尤其重要 中国是新西兰的主要贸易伙伴 截至今年3月的过去一年 上面贸易额高达380亿新西兰元 只合超过1800亿港元 劳克森说 有信心双方贸易会持续增长 出口货值在未来10年会翻倍 乙军成功研究 四个被巴勒斯坦堡中组织 哈马斯鲁走击人质 未能输运以色列领导层分裂局面 以色列战前内局成员今次辞职 批评总理内探尼阿湖 阻害以色列除了真正的胜利 要求提前在今年秋天举行大选 以色列军方星期日 发放早一天在加沙拯救人事行动的片段 加沙卫生部门说 以军在中部鲁塞赖特难民营 救出四个人质的行动 造成最少274个巴勒斯坦人死亡 近700人受伤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阿湖 同日在耶路撒冷会见阵亡军人家属 表示会致力取得全面胜利 不想也都不能够放弃加沙 说以色列正在七条战线战斗 分别对抗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 黎巴嫩真主党 也门湖塞武装 敘利亚和伊拉克的武装分子 伊朗反犹太主义和国际刑事发卷 内塔尼阿湖同时面对巨大的国内压力 以色列三人战事内局成员之一 前国防部长今次 带领他领导的国家团结党 推出爆发加沙战事之后 组建的紧急联合政府 说这是一个复杂和痛苦的决定 批评内塔尼阿湖阻撓以色列取得真正胜利 出于他自己的政治考虑 在作出重大战略决策的时候 出现猶疑和拖延 为了确保一个真正的胜利 要求在今年秋天举行大选 以便成立一个赢得信任和克服困难的政府 又要求战事内局另外一个成员 厌阴防长加兰特做正确的事 说展示领导能力和勇气 不单止是要说正确的说话 今次上个月要求内塔尼阿湖 在今个月8日前 完成制定加沙战后治理方案 否则会辞职 但是已军构出四个人质的消息公布之后 今次押后一日发表退出政府的讲话 内塔尼阿湖在社交网站 呼吁今次不要在现金放弃前线 以色列会继续作战直至胜利 和达成所有目标 最重要是释放所有人士和殲灭哈马仕 无线电视记者何智恩报导 澳洲胜尼的美国领事馆 遭人恶意破坏 玻璃门窗被打烂 警方获得的闭路电视录影片段显示 在星期一凌晨3点左右 一个戴着头巾遮着脸的人 去到胜尼的美国领事馆大楼 用取烤碎九块玻璃 并在前面的徽章上面 喷了两个红色三角形 胜尼最近有侵巴勒斯坦人士 到美国领事馆抗议 澳洲总理艾尔巴内塞 谴责破坏事件 他说毁坏领事馆 对解决中东冲突是于事无补 回来新闻时间 港大校长张祥和校委会的争端 据了解政府正是研究设立协调小租等 协助解决事件 校长张祥去年九月起 周历明投诉行为不当 包括拼用猎头公司 论选医学院院长、副校长 和更换校长座家等部招标 经校委会专宅小组调查 因为指控不成立 消息说 新兼港大校监的行政长官尼家超 在那次校正风波之后 已经曾经亲自约见张祥 和校委会主席黄佩斯 了解如何协调双方沟通 而近日委任 暂任副校长争议发生之后 双方亦都分别向特首交代 而特首就责成教育局跟进 曾经联署去信特首的校友 希望协调小组可以处理双方分歧 我们希望就是特首能够止血 不要再让事件再发烤再搞大 我都寄予希望 但是又不敢寄予太大的希望 要找一些两边都能够接受的人 是极之不容易 我相信特首就心目中 当然是有他的人员 很希望真的有关的人士 大家都以大局为重 在我的眼中 我觉得是芝麻绿豆的东西 就将它发烤到很大 这个不是一个学术界需要 应该做的东西 也都对香港的整体形象 都会是有影响 元朗有铁皮屋发生火警 大约40只猫死亡 铁皮屋位于石江金水南路 近驻錦尚路 火警之后旋回严重 有关住动物团体到场了解 警方早上11点多接报 两层高的铁皮屋起火 并冒出浓烟 消防到场破旧 并发现大约40具猫死 据了解消防初步调查之后 火警并没有可言 相信是冷气机短路引致 没有人受伤 根据铁皮屋的负责人说 刚刚过去的星期日去过现场 晚上开了冷气 和放下猫粮之后离开 内地北方地区受到热浪侵袭 河南和河北等地局部地方 最高气温超过摄氏40度 中央气象台发布高温层色预警 端午节假期 河南省多个景点都是人山人海 部分地方增设水母风扇 为旅客降温 当地气象局预计 全省日头最高气温普遍达到37度以上 北部和中东部最高气温 更加达到42度 多地或者打破6月最高气温纪录 而路面温度或者超过60度 当局呼吁驾驶人士要适时停车降温 以免爆胎引发意外 河北省就出动洒水车 定时在路面洒水降温 内地气象部门说 今轮高温天气强度大 影响范围广 预料未来几日会达到最高峰 呼吁民众出街那时 小心中暑 外交部副部长孙伟东说 目前南海的最大安全挑战 来自以美国为首的域外势力 推动在南海军事部署和行动 损害沿岸国家的正当权益 外交部副部长孙伟东 日前在路窩出席东亚合作系列高官会之后 接受传媒采访 提到中方在会上强调亚太是和平发展的高地 支持东盟中心地位 至于南海问题 中方说目前南海最大安全挑战来自域外 以美国为首 从地缘政治目的出发 操弄集团政治和阵营对抗 推进在南海官事部署和行动 跳梭激化涉海分歧和矛盾 损害沿岸国正当权益 中国对南海诸岛拥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致力和南海当时国通过对话协商 妥善管控争议 同东盟国家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积极推动南海行为准则初商不断取得新进展 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大局 中国和菲律宾近期在南海争端不断 对于南海局势升温 中方说责任完全在飞方 批评飞方违反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频繁在海上侵权挑衅 制造事端 伙同域外势力在南海炫耀武力 散播虚假信息 误导国际社会认知 无线事记者梁明山报道 日本五家汽车企业 在产品认证申请过程中涉嫌造假 当局再度涉事的车厂总部调查 国土交通省人员分别去东京的本田汽车总部 和广岛远的曼士德总部实地检查 除了本田和曼士德 当局上星期已经去过丰田 灵木和亚马夏的总部调查 测试存在违规的车型是否符合安全和环保基准 苹果是否要照辉 亦都会根据调查结果 决定是否给予行政处罚 五家车厂合共38款车 在产品认证申请过程中提供虚假测试数据 当局早前禁止其中三间企业的六款车出货 转讲一下 湾仔入境事务大楼过了今天 就会完成大部分的历史事名 三十多年以来 不少市民都曾经经过大楼 有没有留意到他平实之中的特别之处呢 入境处总部90年代初搬入湾仔入境事务大楼 他行过启用典礼 当时柜台上的职员名牌不少是首写 不过整天人山人海的情况就跟现在差不多 大楼有48层 在90年代初属于最高的政府建筑物 入境处副处长大智元说 并不是每一层都是入境处的地方 我们就用了25层左右 跟着楼上那些都是其他的政府部门 我们基本上是一个综合大楼 在大楼工作三十几年 他说整座楼见证着湾仔的发展 这条桥就见证了 就是湾仔的发展 当天来的时候只有一个湾仔站 现在多了一个汇展站 当时觉得很宏伟的 当时就觉得很宏伟的 我们在这里顺着有机会在这里上班 是的 很开心的 我们入境处去到哪里旺哪里的 一来我们同事已经有相当数量 第二因为很多市民会来我们这里 拿服务的 大楼地下在桥底相对没有那么旺 但是对大志愿来说是最特别 每次我们有些重大的事要宣布的时候 都在这个位置 特别是我们每次处长 新处长率人的时候 他们都会站在那里面对传媒 所以这个地方是很特别的 很有代表性的 对我来说 而对市民来说 看到怎样印制证件 可能就是最特别 特区护照是在大楼里面印制 随着总部搬到将军澳新大楼 这一批机器都会一起搬过去 入境处1961年成立以来 先后在中环尖东和湾仔这里设总部 今次是第四次搬迁 入境事务大楼连同隔离的 税务大楼区域法院 日后重建之后 会成为甲级写字楼酒店设施 连通去湾仔会展 保持电视机者 留住的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